哈囉大家好我是蓋伊 Welcome to my SkyJim 今天要有跟大家分享 如何好好地掌握好三角肌厚素 在訓練時的感受度 以及訓練動作上的一些細節 這次使用啞鈴來做示範 所以不論是在健身房或是在家裡 只要你擁有兩個啞鈴 都可以自主練習三角肌厚素的訓練 今天為大家示範 曲體啞鈴面拉 以及曲體啞鈴後飛鳥兩種動作 其實光一個三角肌厚素 就有好幾種訓練動作 許多人不斷地在追求 看起來孤立感最強的姿勢 但事實上感受度才是一切的王道 所以選擇一個對你來說 感受度最好的動作才是正確的 首先曲體啞鈴後飛鳥 在開始前我們先做一個 類似傳統硬舉的準備動作 雙腳與肩寬差不多就好 膝蓋微彎臀部向後坐 下背部保持中立 肩甲手臂向下延伸 頸椎保持良好的位置 然後我們試著把雙手向外畫圓 找到一個最緊繃的高度 這個高度就是你的頂點 因活動度的不同 所以每個人的頂點會不太一樣 但這邊要注意的是 不要刻意把雙手抬高到 超過自己頂點的位置 如果你硬是要高過自己的極限 那麼你勢必點後收背部 導致肌肉張力轉移到你的背部 你的三角肌厚素的訓練行程 就是這段距離 不需要刻意去拉長 導致姿勢跑掉 如果你的姿勢正確 你會發現 在頂點的時候 三角肌厚素會感到非常的緊繃 甚至空著雙手做沒幾下 三角肌厚素就開始酸了 那麼恭喜你 你有掌握到三角肌厚素的感受度 在訓練三角肌厚素的時候 肩甲很容易越抬越高 手臂向下向外畫的動作 也會變成向外向後 變成背部在發力 所以在剛開始練習的時候 請你放慢你的速度 在完成每一下後 重新檢視一次自己肩甲的位置 在啟動時把注意力放在向下向外的延伸 再來 手肘與手臂的位置 不要過分打直 導致力量分散到你的前臂上面 找到一個最舒服的角度即可 手腕的位置 全眼朝內或朝外 啟動時是否要同時旋轉手腕 是否有一個明確的角度 這其實都沒有一定 你可以試著去嘗試 哪一個角度在你訓練起來 對你的三角肌厚素最有感 不要因轉而轉 什麼動作都非得要加入旋轉 適度即可 再來 握法會建議大家採取勾握 啟動時靠著三角肌厚素發力 舉起啞鈴 避免手臂過度用力 下放時放鬆三角肌厚素以外的部位 好好感受厚素肌肉的拉扯 呼吸的部份你可以嘗試下放時吸氣 啟動時吐氣 或是啟動前吸氣 啟動跟下放時吐氣 最後這邊提醒大家 在訓練時身體盡量避免晃動 好好的把注意力放在三角肌厚素 如果才剛開始做前面幾下 身體就在晃動代償 請你務必降低啞鈴的重量 不要掉入重量的迷思 感受度才是最重要的 再來 曲體啞鈴面拉 這個姿勢的準備動作 跟曲體啞鈴後飛鳥是一樣的 不同的是在啟動時把手臂向下向外的延伸 改成向上向外的拉動 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一樣 在到達頂點就好 不要刻意拉出超過你極限的高度 張力會轉移到你的背部 手肘的位置不要過分向後 橫就變成在訓練背部 啟動到頂點時全眼由內而外 旋轉手腕 下放時全眼慢慢朝內 再來訓練曲體啞鈴面拉 以及曲體啞鈴後飛鳥 節奏上我會建議 慢拉慢放 用輕的啞鈴感受三角肌後速的拉扯 這兩種動作大家都可以嘗試看看 哪一種對你的三角肌後速感受度最好 好的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下一集我會再來跟大家分享 三角肌中速 再用啞鈴訓練時一些動作上面的技巧 想看更多的話就歡迎訂閱囉 我是劍仁蓋一 我們下次見 掰掰 tra flick дух 氊 打 ? � twe A components